由于遭到放射性不辐射的伤害,邓家仙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尚未退休,他便确诊癌症晚期,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邓家仙的离去是全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更加难过的则是他的一对子女。 邓家仙生前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的状态,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等到两单异星项目圆满完成之际,邓家仙还未能享受天伦之乐便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子女来说,这无疑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那么,邓家仙到底为国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邓家仙的儿女后来怎么样了?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1924年,邓家仙出生于安徽淮宁。邓家仙的父亲邓以哲也是美学大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回国后又成为北大教授,在美学界地位颇高。 从小,邓家仙就受到了良好家风的影响,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崇德中学里,他的成绩一齐绝尘,远在同龄人之上。 1937年,全面清华战争打响,日寇很快占领了北平,为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蛮横的要求,任何中国百姓见到日本士兵必须行鞠躬礼。 此时的邓家仙年仅13岁,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对此感到无比屈辱与气愤。 为了不向日本人行礼,他宁愿绕路几公里,也要避开侵略者,而邓以哲也对孩子的所作所为给予赞赏,并鼓励他以家国为先,绝不低头。 1940年夏天,日本人对中国的压迫愈发严苛,邓家仙怒不可遏地扯下了学校内的日本国旗,狠狠踩在脚下,受到了很多师生的支持。 然而,邓以哲意识到,此时很快便会被肖小之辈报告给日本人,到时候邓家仙恐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令邓家仙赶快离开北平。 听从父亲的建议,邓家仙一路南下,去到海陆、京上海、香港,最终前往昆明。 年仅16岁的他,便以高分考入了西南连大物理系。 怀揣着旧国理想,邓家仙将所有精力投入到追求科学的艰辛道路之上,从而打下了艰势基础,也为日后报效祖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抗战时期,危险时长悄然而至,日军的轰炸机经常在学校上空盘旋,前一秒还在潜心研究,后一秒便要冲进防空洞。 但颠沛流离,脾心吊胆的生活,从未影响邓家仙的学习热情。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邓家仙也顺利从西南连大毕业,并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一职。 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同样出身名门的北大姑娘许露熙。 二人志趣相投,无话不谈,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正当他们开始谈婚论嫁时,邓家仙却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的结束,而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也彻底震惊世界,每个大国都将核武器研发提上日程。 当时,中国的物理学水平与西方仍有很大差距。 邓家仙虽在全国最好的西南连大学习,但他深知,要想在科研领域更进一步,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出国留学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1948年10月,在经过彻夜辗转之后,他选择与父母、女友道别、孤身一人远赴美国,进入普都大学深造。 此后两年间,邓家仙几乎是夜已即日,废寝忘食地学习,掌握了大量美国最为先进的技术,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突破。 1950年初下,刘美科协在芝加哥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邀请了上百位留学生参加。 邓家仙欣然前往,在会议上,他慷慨陈词,抒发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 他还表示,尽管隔着千山万水,但祖国永远在他心里。 这次会议结束后,邓家仙便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两年的学习让他早已成竹在胸。 因此,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邓家仙便写出了名为《刀河的光智蜕变》一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此时,摆在邓家仙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是留在美国,有高薪的工作,优渥的环境,还能与世界一流学者合作,有望在学术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二是回到中国,但中国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科研经费很低,实验器材落后, 能给他提供的生活待遇也非常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方对中国留美的人才极为关注, 钱学森便是在这一年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积押。 都说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以邓家仙的学术造诣,美国对他同样非常重视。 种种因素都指向了同一个选择,留在美国,对于邓家仙个人而言,这的确是更加理性的决定。 然而,就在拿到学位的第九天,邓家仙便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度, 毅然回归他朝思暮想的祖国。 多年后回忆起此事时,邓家仙动情地表示,我从不后悔。 回国后,邓家仙受聘于中国科学院,也顺利于许璐熙完婚, 二人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平静很快便被打破。 1958年秋,钱三强告诉邓家仙,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愿不愿意加入, 邓家仙明白钱三强的意思,二话没说便硬承下来。 当晚,邓家仙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睡,许璐熙关切地问, 今天出什么事了?邓家仙回答道,我的工作有些调动。 调去哪儿?许璐熙有些疑惑。 不能说邓家仙的眼眶已经勤累,工作内容是什么? 也不能说邓家仙紧紧握住了许璐熙的双手, 而许璐熙也心领神会默默支持丈夫的决定。 两单一星项目进行初期,邓家仙还能时不时回趟家, 但进入试验阶段以后,他便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许璐熙再也没能见到他。 邓家仙这一走,便是28年。 28年间,他一直在戈壁滩里隐姓埋名,埋头工作, 期间他亲自经历了32次核试验, 还指挥了15次,每一次都冒着巨大风险。 在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一个偶然事故, 指挥部派出的防化兵经过一小时搜寻, 也没能找到核弹碎片。 邓家仙心急如焚,迫切想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找到故障原因,但他也明白, 非专业人士很难在沙漠中一眼便出碎片。 于是,他不顾其他同事阻拦, 义无反顾地冲进试验场, 找到了爆炸碎片,并进行近距离观察。 在邓家仙的努力下,故障原因被调查清楚, 但在事后,邓家仙才意识到, 无意间他已经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果然,几天后,邓家仙便出现了血尿的症状, 经检测,体内放射性物质浓度严重超标, 肝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但邓家仙并未当回事, 简单处理了一下便回到发射基地, 重新投入工作之中。 1964年与1967年, 中国的首枚原子弹与氢弹相继是爆成功, 其时间间隔原小于美、苏等超级大国, 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英国、泰晤士报甚至直言, 这使美国人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作为两单异星元勋, 邓家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此之后, 他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后果逐渐开始显现, 他的精力日趋下降, 小毛病也不断增多。 1982年的一次实验中, 邓家仙突然晕倒, 1985年, 他已经虚脱到无法自主行走, 直到这时, 他才抽空去医院检查, 结果表明, 他的直肠癌已经进入晚期。 1986年7月29日, 邓家仙因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62岁。 去世前, 邓家仙表示,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选择中国, 选择和事业。 对国家, 对人民, 邓家仙显然是问心无愧的, 但对自己的妻子, 儿女, 他却有不少亏欠。 1954年, 就在邓家仙与许露希结婚的第二年, 他们拥有了第一个女儿邓志典, 两年后, 许露希又诞下一子, 邓家仙为他取名邓志平。 那段时间, 一家人过上了难得的和谐美满的生活, 他们住在中科院宿舍里, 门前是一个大院子, 每天下班, 邓家仙都带着两个孩子在院里玩耍。 当时, 邓志典正牙牙学语, 邓家仙便抱着他, 耐心地教他喊爸爸, 邓志典也非常聪明, 很快学会了爸爸。 在邓家仙的教导下, 爸爸很快变成了好爸爸, 天下最好的爸爸, 许露希望着这对妇女, 笑着骂他们幼稚。 很快, 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些, 到了能走路的年龄。 邓家仙虽然工作开始繁忙起来, 但还是经常抽出时间与他们玩耍, 在院子里踢皮球, 放二踢脚, 三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许露希则在旁边静静观看。 有时候, 许露希也不免问道, 你天天和孩子们疯完, 也不怕他们把心挽野了, 以后没心思读书。 邓家仙则乐呵呵地回答道, 这个年龄就是玩耍的时候, 现在不玩, 邓志点前往内蒙参加建设兵团, 与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 内蒙环境艰苦, 很多成年男子都吃不消, 更何况邓志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于是, 她的身体逐渐消瘦, 一头黑发也变得枯黄。 得知此事后, 邓家仙非常难受, 但她的工作是关国家安全, 片刻也不容懈怠, 因此她只能默默牵挂女儿。 直到年底, 邓家仙获得了难得的几天假期, 用来缓解紧张的工作节奏。 但邓家仙却放弃这个宝贵的休息时间, 买了张火车票, 直奔内蒙, 将自己准备的食物送到了女儿的手上。 其实以邓家仙的身份, 当时是可以有很多办法把邓志点接回来的, 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直到19岁时, 邓志点才回到了北京, 进入工厂, 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而邓家仙则继续奋斗在一线岗位上, 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多年的艰辛, 令邓志点逐渐沉淀下来, 与此同时, 他也了解到父亲失踪多年的真实 原因, 于是, 他决定重新读书学习, 做一个有用的人。 恰逢当时高考恢复, 在父母的补课下, 邓志点进步神速, 顺利考入大学, 还成为了赴美的研究生。 在赴美的前一天晚上, 邓家仙问邓志点, 你看过《走向深渊》这部电影吗?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 女大学生在欧洲求学期间, 因贪图享受被情报机关所利用。 见邓家仙提起这部电影, 邓志点立刻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说道, 爸, 我不会的。 邓志点主攻医学, 在美国成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也在那里定居, 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邓志平则在18岁那年, 便考上了重庆大学, 此后一直在学界耕耘, 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过得十分低调。 不过, 邓志平的成就也不容小觑, 他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 还主编了两套大学教材, 对我国术控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 做出了卓越贡献。 杨振宁曾对邓家仙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隐姓埋名几十载, 许申国威壮和山, 邓家仙一生拼搏, 客气奉公, 将一切都献给了国家, 他的奉献精神, 爱国情操, 值得每个人缅怀。 作为丈夫和父亲, 邓家仙或许仍有亏欠, 但他的子女纷纷成才, 在不同行业内发光发热, 也完全没有辜负邓家仙的期望。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